在你斯文的打开之后 它就会散发出一种 令人难以描述 呃...又有点回味无穷的味道 这是儿童的份量 所以打开之后会看到两小包 感觉这个咖喱的份量 再加上刚刚的快速斯文汤 你的午餐就差不多解决了 你会发现厄木果子店的对面 还是厄木果子店 因为它们是两家不同的分店 所以千万不要拿隔壁的糖果过来这边 大家好,我是麻油鸡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位于上野阿密恒丁的儿木果子零食店 外加一些零食的开箱介绍 首先跟大家声明一下 本影片前段会介绍儿木果子店的内部情况 然后后段才是零食饼干的开箱介绍 另外本片没有付费宣传及广告赞助 所以开箱时皆为麻油鸡的真实感受 OK,我们开始吧 儿木果子店 首先搭乘JR抵达上野车站之后 开开心心的下车找到 位于阿密恒丁里面的儿木果子零食糖果店 然后打开麻油鸡手绘的开心地图 这里是王者出入口 开心的走进去就可以了 一走进来就会看到 日本王者们的一些居家食品 然后如果看上左边的话 就会看到一些王者们拿来送礼的礼盒 可以看到一些可爱的礼盒 也有一些日本动漫的礼盒 或者是一拿出来让大家知道你去过日本的礼盒 礼盒逛完之后往上走一点点 会看到那个你家楼下药妆店也有卖的 必然拉面各种形态的泡面包 然后头往右一转 你就会来到一区叫做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地方 要注意这区非常的绿 要小心自己某些部位突然发光 在这边发光完之后 往上走来到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就是地图上的大国出入口 你会看到一些被弄干的香菇放在这边 还有一些被弄干又包得很漂亮的香菇也放在这边 再来我们回来 继续开心往左边走的话 你会来到一个头上带有编号的六大摇滚区 然后要注意 一号摇滚区的正前方就是免税柜台 只要你选择糖果饼干 超过5400日元以上的话 就要跟着大家来这里排队排到爽 然后在免税柜台这个位置往左边走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深处的小角落 摆着那个酸布拉基但是很有名的霉片 然后中间的架子上 会看得到那比小新最爱吃的那个零食 然后大家继续开心的往左边走 会来到一个叫做黑白粉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往上看的话 就会发现有一个 可以开开心心把身体多余的能量排出去的地方 然后黑白粉区域还有一个绰号 叫做无痛分送区 因为这边的糖果饼干 通常都是个别小包装的礼盒 还有个别小包装的包装袋糖果 这样子你就可以在公司 开心的跟社畜们一起分着吃 然后吃完之后 大家就会变成跟日本一样的开心社畜 然后各位开心社畜上完厕所之后 继续踏着开心的步伐往下走 这条路往后走的话 就会通往那个荣耀的出路口 中间还会遇到神奇的Pokey山脉 走到荣耀出路口附近看的话 会看到一些有个别小包装的果冻或蒟蒻 或是一些有个别小包装的季节性巧克力饼干 再来在这个Pokey山脉的后面 我们继续开心的往前进 在这边会看到玛业鸡最爱吃的饼干 另外Pokey山脉左边绕枕的地方 会看到一整排的结账柜台 这边是没有买5400日元以上 或是玛业鸡这种人结账的地方 再来大家请深呼吸 因为我们要进入这个八大摇滚区 啊不对说错了是六大摇滚区 因为这个八大摇滚区真的有点大 所以玛业鸡在这边暂时不分区 然后拿了几个自己比较喜欢吃的零食 或是一些对日本观光客来说 比较有名的零食巧克力 然后最后一次全部买回去 再一个一个开箱吃给大家看 八大摇滚区结束之后 记得来结账柜台旁边 会看到泡面区 最后大家挑好自己喜欢的零食饼干之后 记得走过来当那个可以免税的观光客 因为玛业鸡就算买5400元也还是不能免税 可能因为屁股不够漂亮吧 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开心心的 打开这一大包给大家看 这边说一下厄木果子店的注意事项 你会发现厄木果子店的对面还是厄木果子店 因为它们是两家不同的分店 所以千万不要拿隔壁的糖果过来这边 然后还用你那不漂亮的屁股结账 看到你这样的屁股 它不仅不给你免税 也不会给你结账 再来欢迎来到玛业鸡的小领域 玛业鸡把刚刚买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给大家一起欣赏 桌子太近了 玛业鸡拉远一点给大家看 好了我们正式开始吧 首先玛业鸡从巧克力开始开箱 比玛业鸡这种鸡肉少女 大概拉两次才打得开 然后它一个小包装里面会装两个小果实 再来倒出来看看里面的大概数量 然后玛业鸡注意到 包装袋后面有说 放在冷冻库的话会蹦出新滋味 于是玛业鸡就照了它的方法试了一次 哇真的耶 好了赶快打开来吃给大家看吧 这个果实派是六角形的形状 包在里面的巧克力会随着温度变软变硬 会推荐给喜欢吃素素脆脆的客观吃 再来第二个 玛业鸡选择了用丝纹的方式剪开它 理由很简单 因为用手丝常常会撕出bug 用剪刀就可以美美的带过了 鸡鸡选择了用丝纹的方式剪开 KiKiKi巧克力很特别 你可以在背面写字 甚至可以拿来当情书写 然后我们全部倒出来 可以看到里面有十个 我要吃十个 然后我们看看包装袋后面 它写着可以把包装纸折成纸鹤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支绿色的纸鹤 然后打开来吃一口给大家看 嗯这个玛业鸡觉得非常好吃 所以就拿起旁边的小锤锤来拍案叫绝 这个巧克力的开箱方式 可以让你看起来非常斯文 毕竟它是富士山的巧克力 不能有太多bug 然后它一盒里面有14个 因为连小包装都有富士山的图案 感觉非常适合让你在公司开同乐会 前面是巧克力造型 后面是饼干造型 然后如果公司没有开冷气的话 巧克力会融化 你就要学麻油鸡在那边吃手 然后把你的手收全部舔干净之后 我们讲下一个 这个巧克力不一定要从上面开 喜欢屁股的朋友 它的包装也贴心的设计了一个 可以从屁股开始侵略的地方 然后拿出来会发现 里面会有两个小包装 然后我们一样斯文的把它剪开 会发现里面大概是十来只 我要吃十只 然后拿出一只来看的话 会发现它又绿又长又细又可爱 然后忍不住的姐妹们就赶快吃进肚子里 因为中间没有那么绿 会推荐给不想吃那么甜的姐妹们 再来下一个绿色巧克力 斯文的打开方式会在它的侧边找到 然后会发现打开它还是这么的绿 然后要记得继续斯文的剪开它 剪开它后会发现它怎么还是这么的绿 然后因为没有小包装 所以打开之后要记得找点绿绿的吃完 然后可以在正面找到绿绿的帆船图案 而且后面还有六块鸡饼干 这个香菇的巧克力 可以从盒子的正前方就漂亮又斯文的打开它 然后各位会看到盒子上面写了一些 你看不懂的日本人家乡文字 然后码油机曾经在某一些地方 比如说是日本社区的快乐集中所 看到日本人用以下的方式在吃它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比较方便拿 然后也很方便你的同事来偷吃 然后就可以在办公室开同乐会的时候 大家透过这个小香菇 彼此深度交流提升感情 只能说小香菇真是功不可没呀 巧克力吃完之后 我们来吃其他种类的糖果 这个嗨酒的包装 让码油机找了好一阵子 才找到它那布斯文的开口 它的开口藏在侧边 而且要用剪刀才能斯文的打开 打开后你会看到 鱼带白盗可能会让你被警察抓走的包装 而且没有足够的肌肉是打不开它的 一打开它就会散发出 让人类都会为之着迷的香味 然后全部倒出来看的话 会发现它有三种颜色 但是数量不平均 会推荐给想把强迫症改掉的观众朋友 然后糖果的形状也不是非常的正常 只要吃上一个的话 你的强迫症就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蜡笔小新最爱的饼干 在上方就能轻松又斯文的打开 而且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贴子 如果你是蜡笔小新的超级粉丝 码油机觉得你可以一次买它个100盒 因为一盒才100多块日元 你就可以让自己全身贴满蜡笔小新的贴纸走在马路上 就能成功吸引蜡笔小新迷 还有警察贝贝的注意 然后要记得100盒剩下的饼干 可以全部寄给码油机 因为码油机觉得这个饼干也非常的好吃 也已达到拍摁叫绝的地步了 再来这个皮卡丘的饼干 开口也很斯文 而且是个宝贝球的图案 打开包装一样会看到 那个可以拿来贴满全身 出去招了警察的贴纸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毛可梦的饼干长什么样子 会发现饼干的外形是一颗皮卡丘的头 嗯这个也非常的好吃 所以可以盼安叫绝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乳酸菌的饼干 轻松又斯文的打开 打开之后会发现 里面会有三个小包装 然后打开小包装的话 会看到一次装有五个乳酸菌饼干 然后它中间是有夹心的 而且也不会甜得让人觉得很腻 所以在这边 它也符合码油机的拍摁叫绝标准 另外想吃零食 但又害怕发胖的女生 码油机推荐可以吃这个就好了 再来我们看这几个 比较需要跟牙齿妮来我往的零食 我们从这个有点重量的大胖菌开始 斯文的打开来之后会发现里面有六包 这个零食很特别 但你斯文的打开之后 它就会散发出一种 去了难以描述 呃又有点回味无穷的味道 然后我们拿出一小块来试试看 由于这个零食是 芒油机第一次吃 不知道它原来是这么辣 真的是好险 差点就去见炎罗王了 这个干被烧的开口 非常的好找 而且用手就可以也蛮又斯文的打开 打开之后会看到里面又有好几个小包装 而且每一个都散发着浓浓的海鲜味 我知道有些男生可能常常在闻这些海鲜味 所以绝对不会陌生不要怕 然后芒油机认真的数过 它有22个 可以让你闻够22点的海鲜味 嗯 吃起来相当有海边的味道 而且又软又有嚼劲 所以芒油机想送它拍案叫绝 再来就是这个饼干 因为是芒油机最喜欢的零食 所以就很情不自禁的 直接往胸口塞上去 然后就很情不自禁的 忘了吃给大家看了 再来我们来吃看看 比较偏向主食类的零食 因为会需要用到热水 所以你各位烧的芒油机一下 马上就回来 2000年后 各位久等了 关于泡面的部分 芒油机晚一点才会吃 所以先打开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些泡面们的绝对领率到底长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皮卡丘泡面里面 竟然也有帖子 然后儿童泡面里 通常都会有那个卡通人物的造型鱼板 再来就是 据说是日本儿童最爱的面包超人的泡面 当然里面也会有卡通角色造型的鱼板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日本最常见的快速汤包 很适合拿来藏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因为刚好五包 一星期你就可以很刚好的把它喝完 而且它每包的口味都不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学马油机 闭起眼睛在那边玩抽奖游戏 这样子你上班就不会无聊了 只是要小心主管走过来问候你 打开来之后会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很重但实际很轻 热水衣加下去不用一分钟马上就会化开 然后如果你是女生 就会把自己喝得非常的斯文 因为里面不是青菜就是白开水 而且冲泡非常的方便 旁边的男同事一定会觉得 哇你这个快速斯文喝汤雨 让我也好想当女生呀 然后再来是咖喱包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碗白饭 因为这是儿童的分量 所以打开之后会看到两小包 感觉这个咖喱的分量 再加上刚刚的快速斯文汤 你的午餐就差不多解决了 而且是又斯文又快速的在办公室里解决 另外要提醒大家一下 它可以用热水跟微波乳加热 甚至是可以直接吃的 吃完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它是一个日本很常见的茶饮料 变成茶包的方式卖给你 从包装的屁股下面就能轻松又斯文的打开它 然后你撕开它的内包装之后 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的绿色 连里面的小网子都是非常的精致绿 然后泡茶的方式就是一直在那边上下动就对了 然后千万不要急着喝 记得拿起刚刚买的龙脚伞 打开来之后会发现它也有点滑滑绿绿的 因为吃起来很清凉 而且还获得了派安教绝的评价 在这时候来上一口刚刚泡的绿茶 你的人生就完美了 谢谢大家看我开箱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